说他说的也太重了 不是啊 我跟你说啊 是这样的啊 堂堂我跟你说啊 这个男人说的 我跟你说 这个是这样 堂堂我再和你讲一下 因为哥哥知道的比较多 已经经过了一些事情过来 这个面子 我告诉你 你是一个女孩子 你可以给她 但是我是一男人 她也是男人 她在做错事情的同时 我没有必要去给她面子 没有必要 因为我告诉你 你给她 你给她一尺 不是啊 那句话怎么说呢 叫 他还你一账 对 是的 不对 不对 就是说你越给她面子 你知道吗 好了 本来 本来是不是 我把这个面子 我本来可以不给她的 有可能我通过我自己的语言 就让她把这个事情摆正过来 但是 当我再给她面子的时候 她就会按照她自己的思路 她永远都会按照她自己的思路去走了 她永远都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了 说美 这就要蹬鼻子上脸 对 就是蹬鼻子上脸 是吧 你给她那点阳光 她又灿烂起来了 好 你不让她灿烂了 你在中间把她给断掉了 哎 她有可能 哎 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是 我做的不对啊 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是做我的错了 是不是 我最好的朋友都过来说我了 那是不是真的是我的问题了 是不是说美 她就她又会这样想 能够明白吗 呃 她那是这样的啊 你我反正今天也和你说了这么多了 是不是 呃 你那个啥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我那个 你给我发个地址 我那个啥 我那个 给你邮寄点东西过去 呃 不用 哥 嗯 不用的 嗯 然后你 你要是 你要是那啥的话 你要是说不给的话 然后你可以把你父母的地址给我也行 好吧 呃 不方便 这个 我给你了 不太好吧 回来 这个 那个 小枫 小枫 你过来一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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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去那个什么 我去一下那个 洗衣机 你等我一下啊 哥 啊 等我一下啊 来 这样吗 这样 嗨 你好 你好 来 我想就是 问一下 家人们 说完美 说完美 你们说 他能不给我地址 是不是 那我怎么能 怎么能够让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呢 说完美 啊 你们说是不是 他不给我地址 我怎么让那个谁 让那个大宝去找他呀 是不是 是不是 虽然我已刚会已经 我是为了给那个 给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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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堂解气呢 说完美 是不是 那气也解了 那肯定 得给大宝一个机会啊 给大宝一个台队下来 对啊 是啊 现在就下一步 就看大宝下一步 该怎么样行动 不动 过来 去接他 是不是 是不是 那肯定得让他们两个人和好啊 那你什么事 就包括你错过呀 谁要去成了 现在就看大宝怎么样去 把握最后一个机会 河南郑州 要地址 是不是 那那那你 你现在能不能把地址给我 说个 可以 到时候我后面我私信发给你吧 行 好 你到时候把地址给我 是不是 然后呢 到时候我就让那个谁 让大宝过去 然后你应该在确认大宝 就是 在跟那个前面要 一定要断个面 不要把这些 让他把 嗯 行可以 然后呢 倒数 然后呢 是这样的 因为就是说 这个事情呢 嗯 这个事情的话 怎么说呢 就是说 我就算是从你的手中 得到这个地址了 是不是 因为唐唐现在 也不在这一边 如果要是说真的是 然后呢 这个 这个谁 我这个 我这个好兄弟 突然之间去找唐唐的话 那也不合适了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回来了是吧 是这样的啊 然后呢 我现在呢 是有一个想法的 我现在呢 就是 想请求 咱们也直播间的家人们 一个事情 如果这个事情呢 说二妹 你们感觉 我说出来不合适呢 我也希望 直播间的 说二妹 能够原谅 你们说行不行 你们说行不行 说二妹 行的 说二妹 你们把一打在公平上 行不行 那个唐唐 你你刚会去干什么了 我刚去洗手间了 你去洗手间了 是吧 你 你去洗手间了 我那个啊 你想想啊 稍微等一下 你你不会是想 你不会是想让 想让大宝来找我吧 不用 哎 你不是想让大宝来找我吧 没有没有没有 我肯定没有那个意思 没有那个意思 没有那个意思 我刚会的时候 然后呢 在在和叔叔们 也是在聊一些天了 没有那个意思 没有那个意思 啊 你确实 我们事情复理好了 然后再说吧 这个 嗯 嗯 家人们 家人 是啥呀 对不对 家人们 我觉得应该先把 这个事情复理好了 嗯 没有的 华哥这个有口难言 咋的啦 这个表情 这个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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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就是这个地址的话 你就是 就是 就是 就是你感觉还是 还是感觉两个人之间 就是 需要 需要 需要那个什么吗 是吗 我心里面还是有一点过不去 说实话 也不是个小事 嗯 也 也不是一个小事吧 我感觉 而且直播间的家人们 你们有没有 你觉得我跟他保重 你 我的干妈干妈们 你们能原谅吗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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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就过去了 啊 直播间的家人们 就这样就原谅了吗 就 就过去了吗 我感觉现在也不是说 原谅不原谅 现在呢 就是说你们两个人缺手的是什么 是沟通 你会吗 就是这个地址呢 你也不可以不给 但是呢 你们两个人需要下去之后 再稍微的沟通一下 好不好 啊 我也没有说是让他 然后让他去找你 就是说你们两个人 现在去手的是沟通 然后呢 你一会儿下来之后 然后你给他回个信息 是不是 看一下这个事情 到底怎么去处理 嗯 刚会儿大宝 你看一下大宝 有没有给你发信息吗 我看看啊 你看一下 他 他怎么又发个红包啊 他又给我发个五千二 啥也没说 就给我发了个五千二 家人 是这样的 不是我就是感觉这个大宝这个 这个小孩真的是 哎呀 你是 你是 哎呀 他就是真的是他 他有可能把我的话已经听进去了 但是呢 他就是 真的是在这里呢 说完没这样吧 然后呢 我真的是我替大宝在这里 然后呢 和咱们 和唐唐啊 和咱们指明说 说一声不好意思 说一声抱歉 好吧 真的是 哎呀 我感觉我真的是转变不过他的思想 有可能他就是给你发红包 他就感觉 哎 有可能你给他发了一个红包 他给你发了一个红包 他会 他 你就会原谅他了 你就会和他说话了 是不是 他就是这么个意思 是不是 哎 真的是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真的是 我以为他会下来之后会和你说一些 是不是 我错了 啊 是不是 我错在哪里了 我不应该做什么 我以为他会说这样的话 但是啊 他扭不 估计他脑袋扭不过来 估计得过来这两天 是不是 没事 那个 华哥 今天我觉得 你能 你能替我说这句话的话 我还是真的挺 挺感谢你的 真的挺感谢你的 然后那个 啊 你在公司嘛 如果你在公司的话 然后 我们帮你宣传 宣传产品吧 好不好 不用不用 不用给我宣传 那这样吧 双妹啊 然后不用给我宣传的 双妹我也没有这个意思啊 双妹啊 反正我就是在这说了这么多 当然 我觉得 你你对唐上真的是 今天请的啥的 咱 咱帮唐 你帮华哥宣传宣传产品啥的 对不对 我觉得这是应该的应该的 没有没有 说这样吧 然后呢 唐上 然后呢 我可以让咱们直播间双妹 先看一下双妹啊 呃 然后呢 双妹你们可以看一下 然后呢 这是华总的商场 能够看到吗 双妹啊 华总这边呢一直都是在做中老年人健康这一方面 说双妹啊 然后呢 你们也知道我的老婆就是我的媳妇之前的时候过来之后呢 然后呢 是不是在咱们直播间也展示过我们家做海参啊 中老年人健康这一方面 所以说双妹 我就是这个事情呢 我就感觉到 哎呀 怎么说呢 我现在我我下去之后我还得和他沟通呢 双妹好吗 我下去之后我还得和他沟通 但是呢 就是 关于这个品轩这个事情啊 那个唐唐 你放心 今天就是说 就算是我拿出我们家的东西 我也是 给 我也是 送 但是我绝对不会说是做品轩这个那个的 明白吗 啊 你放心就送 所以说呢我刚会的时候然后呢我就有一个想法 双妹 说句实话 真的是直播间双妹 你们可以把你们的年龄打在公屏上 是不是 然后呢 呃 把年龄打在公屏上双妹 咱们不管是中年人老年人 说句实话 这个健康确实是第一位 是不是双妹 所以说呢 双妹我们也征求你们的意见吧 什么意思双妹 然后呢 今天呢 我就是想给咱们家们一份健康 双妹 呃 你如果你没感觉认可华子今天说的话 你没感觉 华子我感觉你这个人今天来到这个直播间 真的是 我能够给你竖个大摩手指头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会感觉你说的对的 说妹 你们感觉能不能接受 能不能接受 说妹 你们感觉能够接受的话 说妹 我就给咱们直播间的说妹 一份 可以 华哥 真的你真的是很够意思 真的 其实堂堂说句实话 就是说我最怕的是什么呢 有的家里面有可能会在想 我估计 每个人都会有 就是说 如果我去一个这样的直播间 我会想 哎呀华总这大摇大摆的摆了一大顿 不就是为了卖货吗 我就怕说妹有这样的思想 说妹 你们说能不能接受吧 说妹 我就听你们 你们说能 今天呢 我华子拿出我们公司里面 好的东西 再把我们家的海参的好的东西 给到咱们直播间说妹 好吗 都说能是吧 华总大气 够兄弟 能 行 那这样 说妹 那助理 来现在呢 在咱们直播间说妹 给咱们家里面挂个车 好吗 说妹 接下来呢 我也让你们看一下 我华子的诚意 好吗 说妹 好不好 啊 助理挂一个车 好吗 把去咱们柜子里面 把咱们 把我们的 我自己去 说妹 你们稍微等我一下 好吗 我要把那个 燕窝 海参 鹿心血 恶交 那个好东西 给家人们 稍微等我一下 好吗 家人们 其实华哥真的是 挺 挺够义气的 家人们 他真的是挺够义气的 咱们在直播间 哪怕是点到正能量 扣个一 咱们支持支持他 这个 我感觉 他作为大宝的一个兄弟吧 不管是大宝 以后怎么样 确实 我觉得华哥是挺真心的 在帮我 对不对 也很 不可能撮合我们 咱们能抠一个一 抠一个正能量来 咱们支持一下 华哥 行 说妹啊 然后呢 说妹我就给咱们 简单的家人们 讲一下 说妹啊 所以说妹 我们家的东西 都是中老年人的健康 中老年人 老年人 家里的小孩的 好的东西 这是什么好东西 说妹我给家人们 讲一下 露心血 恶交 燕窝 海生态 说妹你们听好了 这几个好东西 加在一起 主要是针对于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小绵绵 第二个方面 小弟弟 说妹 说妹你们为什么会发现 说妹时间一长 我们从上到下 不如从前好 怎么不如从前好 说妹 有没有发现这种情况的 经过三年的大形式 说妹 我们从上到下 不如从前了 怎么不如从前 之前我们之前的时候 三年之前我们走个路 走路走得比谁都快 现在我们发现 走路走不动 上个楼梯上不了 上个厕所都费劲 从上到下 没有力气了 说妹 有没有这种情况 为什么 从上到下 小赢小眼没有了 而且经过了那三年 我们会发现 这里不好了 什么不好了 小精小神不好了 为什么这种情况 手里拿着手机 什么情况 手里拿着手机找手机 拿着钥匙找钥匙 说妹 有没有这种情况 经常性的忘事 而且说妹 我们一照镜子一看 发现自己的脸色 黄黄的 黑黑的 白白的 说妹 有没有这种情况 为什么说妹 听好了 从上到下 绵绵底底没有了 说妹 能够明白吗 所以说妹 说妹 我就给咱们家儿妹 来